各位好 歡迎收看TVBS的新聞大白話 我是楊永明 主持人大家都休假 所以來找我來濫於充數 不過我們這一節 談從台灣的內部政治 到國際新聞 第一節當然我們看韓國瑜 韓國瑜擋下臨時會 民進黨做看藍營的 這個紛爭 柯文哲在忙什麼 我們幫大家做個整理 這一次的台灣的國會 三黨真的是嘲笑也大 韓國瑜擋下了這個臨時會 這個臨時會解釋一下 其實就是在 本來就是20號要開這個常會了 然後19號要開就是協調會 可是傅崑奇突然 國民黨的這個書記長就說 是不是先開一個臨時會 針對就是食安議題的專題報告 那韓國瑜說 既然已經要決定開常會 臨時會就擋下來 林卓水見縫插陣 他居然還是說 韓國瑜是一個民粹草包 變成一個建制精英 他用詞還滿調文的 他說你看兩黨白藍兩大黨 法政博士立委一堆 各個摩權插陣 結果全被韓草包一個人打槍 那你還能叫他草包嗎 是不是 他就好像身分的對調了 所以事實上 韓漢就來接了24小時 韓國瑜成為 他把他叫做喬王3.0 喬王3.0 那這個稱呼好不好呢 我們等一下請韓濱來評論一下 他說 但是韓國瑜是 這個真的是還滿傳神的 他說喬王3.0 人格特質跟前院長 還有柯建民 民進黨總召不一樣 是軟中代印還有一點油 巧妙利用消失的24小時 顧及國民黨黨團的顏面 和自己作為院長 首次朝野協商達成的開日期 這邊解釋就是說 因為原來就已經達成說 要20號開會 突然國民黨這邊說 是不是開一個臨時會 其實作為一個在野黨 針對食安的議題 要求臨時會來做報告 也是一招 但是韓國瑜他是守住了 他做立法院長的 這樣子一個角色 就把這個事情 我是覺得四兩拨千斤的 讓他過去了 可是柯文哲自己 他是不是還是在 合眾連恨遊走在藍綠 你看到陳建仁 他去拜會三黨團 跟就是說這個三個黨團 民進黨 國民黨跟民眾黨 三個黨團之間的這個拜會 然後和白的合作 綠營的立法委員是意見分歧 不應該隨民眾黨起舞 應該維持綠營民進黨的主體性 不可以被國會的最小黨 來綁架 牽著走 但是柯卻主動遞出橄欖枝 給國民黨 希望說能夠站穩國會最大黨 國民黨這邊 也不要為合作而合作 所以現在大家都有各自的盤算 在這個會議還沒有開始之前 那在這個之前 大家都記得綠白的電話門事件 那個時候鬧得很大的事件 民眾黨再度的讓外界見識到 搖擺善變的小草 小黨作風 那回到了就是說 大家已經開始在講2026了 國民黨的台北市黨部主委 黃呂錦盧這位非常資深的主委 他就說蔣萬安的style 蔣萬安的特性已經展現出來了 2026藍白各自走各自的路 以後要看民眾黨 自己的造化跟表現了 所以基本上 我們現在講的是2026 2026會不會藍白和 應該不會 這是在台北市黨的選舉 因為蔣萬安他自己已經非常穩 而且自己的style走出來 可是你進一步看民眾黨裡面 蔡碧如他在搭公車上班的時候 媒體跟著他一起 詢問他說 你最近有沒有跟柯P 柯文哲談話 他說有啦 他有講 要找我聊一聊 甚至想來拜會台中市政府 這都是新聞對不對 可是有人幫他在 講一句公平的話了 陳婉慧就是前立委參選人 他說其實他有跟柯文哲說 你要對碧如姐多一句好話 身為這個領導人 人情事故是滿重要的 他在教柯文哲 你不要切割人家團隊 所以這個是一個 就是我們看到 從韓國瑜到柯文哲 以及到2026的這個選舉 已經開始有一點 彼此在較勁的意味了 韓冰 我覺得林卓雪也滿可悲的 其實韓國瑜這次做的 難道是錯誤的事情嗎 你說那個什麼藍白一堆 什麼法政博士大師 可是問題就是 你們把一個不該開的零食會 這個真的就寫出來 所以韓國瑜是在 及時幫你們修正 校正 而且他也把事情處理得很圓融 讓這個事情不會變成 國民黨內的內部衝突 那也對外界有所交代 而且維護了整個體制 韓國瑜到底做錯什麼東西 我覺得他做得非常好 然後只有你林卓水一個 現在沒人理的老頭 當年的台獨理論大師 現在變成台獨搞笑大師 還在扯這些 有的沒的什麼草包 我覺得林卓水 你越來越像草包了 說真的 因為到這種時候 還在扯這麼無聊的事情 你不是草包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人老了 有的時候 真的自己要知道自己的變化 不要老是出來給人家笑 至於說 黃偉翰說 韓國瑜變成喬王3.0 我個人覺得 他跟過去的王金平 柯建民 其實都完全不一樣 立法院長本來就有一個 調和鼎奶的一個功能 在這裡頭 這是他的職務 所以他本來就必須要去 促成政黨之間的協商 然後促進議事的運作 這是他的職責 但這不一定是喬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 特別是昨天這件事情 為什麼我覺得他處理得非常好 也就是如果是過去的 韓國瑜可能記者麥一督上來 他可能就順勢就講了 那一講之後可能就會給外界見風插聲 說你看他跟副官級搞不好 兩個意見完全不一樣 可是韓國瑜昨天就是讓你記者 抓不到他 那我個人認為 這個除了韓國瑜 他比過去更成熟之外 更重要的就是 因為他身邊多了一個周萬來 周萬來非常清楚 意思應該怎麼運行 立法院秘書長 對 我相信周萬來 一定是給了他很多建議 所以韓國瑜也遵照他的建議 去處理了這件事情 所以把整個事情處理也非常圓融 這個東西絕對是柯建民 做不出來的 我講實在話 柯建民算哪跟沖上的虛 跟他比 所以我覺得 如果用柯建民或是王金平 過去喬事情那種高度 來看韓國瑜的話 我覺得真的是把韓國瑜喬低了 韓國瑜應該不是這樣的一個人 至於說陳建仁 現在為什麼身段這麼柔軟 其實本來行政院長在開議之前 本來就有一個慣例 就是要去拜會各黨團 這是正常的 只是這次為什麼陳建仁 身段犯得如此柔軟 你知道民眾黨團當場問他說 問他說你們到底根據哪個法條 去讓陸客團停掉 然後陳建仁的回答 居然不是那個顧主而言他 而是說這個我要回去再瞭解一下 搞了這麼久還要再瞭解 對 所以表示 其實他在告訴你什麼事情 表示這件事人不是他殺的 這件事不是他幹 不是他做的決定 所以他根本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他身段擺很柔軟 因為國會的生態已經變了 因為民進黨現在已經不是絕對多數黨 不再像以前一樣可以無法無天了 所以陳建仁 他至少想要好好的混到520下台 所以他也不想讓自己後段的生涯太難看 所以我覺得這是很正常的 至於說綠白和或是藍白和 我覺得重點根本不在這個地方 老實講 現在不管是綠或藍 對白的大概都有一點戒心 因為誰也不知道 你今天答應我明天會不會反饋 大家都不曉得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 未來應該是要看法案走 你白的先表態之後 大家再看是不是要同你合作 不然的話你今天說這樣 明天說那樣 後天又說這樣 誰受得了跟你合作或不合作 那我覺得蔣萬安 老實說他現在位置看起來 是站得滿穩 所以未來假設下一屆 黃三層真的還要再出來 我大膽預言 他得票比上一屆還要低 我跟你講 我真的是認為是這樣 那至於說蔡壁如的東西 這是我最不能理解的 老實講 所有人都知道蔡壁如是你心腹中的心腹 他從台大醫院一路跟著你上來 你整個民眾黨 是他手中創立的 結果現在柯文哲 居然把自己最得力的心腹拱手讓人 把他推到盧秀燕旁邊去 你到底在幹什麼 你都不怕 他把你 全世界最了解你的糗事 爛事的人 大概就是蔡壁如 然後你還把他推到 你要知道未來2028很可能 柯文哲如果再出來選的話 他的對手是盧秀燕 就是盧秀燕 對 請問一下 你把最了解你的人 推到盧秀燕那邊去 你是腦袋有什麼動嗎 我真的搞不懂 然後到現在 你還不主動找蔡壁如潭 我就覺得你們兩個 這間溝通如此困難嗎 現在你每天到底在忙什麼 你知道柯文哲現在每天在幹嘛 每天就去立法院蹭 老實講你是黨主席 立法院幹你什麼事 你天爬立法院到底要幹什麼 其實我跟你講他在寄身國會 因為民眾黨自己經費不多 沒有辦法自己搞這些東西 柯文哲現在也沒有舞台 所以就每天在那邊寄身國會 在那邊去故意在那邊露臉 然後記者一問他說好煩喔 你幹嘛問我 其實你不被記者問到超級簡單 你不要出現就好了對不對 那你為什麼每天要去那邊蹭呢 所以這就是我瞧不起柯文哲的地方 然後這個話講很大聲說 不排除去拜會台中市政府 你為什麼要去拜會台中市政府 你現在是什麼身分 去拜會台中市政府 所以我覺得莫名其妙到極點 這個人就到處蹭 老實講 陳婉慧還說他跟柯文哲建議 現在陳婉慧也被他們丟包了 是啊 對啊 連個團拜都不找他 對 蔡壁如陳婉慧你們都不找 這一些你們利用他去選區域立委 人家沒有功勞有苦 為你流血流汗 結果選完選不上 你就把人家一腳踢開 所以柯文哲這個人格的特質 是有問題的 我說真的 你如果持續這樣去對待這一些 曾經為你流血流汗出錢出力的人 我覺得民眾黨搞不好在柯文哲手上 就直接終結 對啊 這兩位其實當初選立委雖然沒選上 但是帶來多少政黨票 是啊 因此柯文哲這個上級單位寄生國會 不就上級寄生對不對 我們接下來請台大哲學系教授 院舉正 院老師 我強調一下柯文哲的人格特質 我用事實來講 我沒有辦法做判斷 但是我在學校認得了很多醫院的大醫生 或是醫學系的教授 我目前為止沒有聽過一個人說他好話 我沒有聽過 但是我這個取樣很少 就是接觸的人不多 但是的話 他們表現的態度上來講 就是搖搖手提都不要提 那麼實際上的話牽涉到的確是有一點這種 這個狡兔死走果坑的這種人格特質 就是說對人家感覺上不是那麼關懷 相反的來講的話 我覺得韓國瑜的人格特質 那真是讓人感覺到沒有什麼話講 就是說我現在先強調林卓水 林卓水知不知道什麼是法政博士 他大概只有一個黃國昌 實際上的話我稍微查了一下 林卓水本身對法政博士的了解有問題 因為這裡頭的問題 上一次我來TVB做節目的時候 裡面就說到 連柯建民都知道 要不要開臨時會的事情 先問一下說問來秘書長 那麼就是牽涉到這裡面牽涉到 實際的國會的運作 也就是立法院運作的過程當中 是有一定規範的 這個不是想開就開 也不是兒戲 那麼這個已經說明了 這個跟法政博士有何關係 這一點關係都沒有 但是實際上的話 我認同賓哥的講法 就是說什麼樣的 就是韓國瑜做這件事情 雖然感覺上是有一點這種橋的味道 但是他比以前的那個柯建民的形象 王金平的形象要好得太多 另外還有一點非常重要的 就是說他本身做什麼事情 不留痕跡 我們通常講一句話 凡是走路摔過膠的人 以後再走路就比較小心 韓國瑜走路就非常小心 他會注意到他的形象問題 韓國瑜雖然未必要爭取什麼大位 但是他實際上已經表現得非常成熟 所以在韓粉感覺上 能夠有這個表現是很高興的 雖然我自己並不是韓粉 但是我要提一提蔡壁如這個人 我跟他一起同台上過一個訪問的節目 這個人給我的印象就是非常樸實 有一說一 有二說二 另外最重要的事情 他一直相信過去的一個傳統觀念 就是說我只要對你好 你一定遲早會對我好的 那我們現在看蔡壁如這個情況 可以說是從頭到尾立下了不少功勞 最後的話能夠有一個投入痴 主要的原因還是來自於盧秀燕 柯文哲本身來講的話 我完全沒有給他一個什麼中央委員 我還不知道民眾黨 民眾黨有這玩意兒 中央委員管什麼 國民黨的中常委都沒人選 民眾黨的中央委員管什麼用 因為這種原來靠社會主義那種方式 所成立的那種各式黨內的委員當中的話 沒有實質的用處 但是蔡壁如他今天的功勞的話 大家都看在眼裡 這種厚道的人受到柯文哲的冷淡 那柯文哲自己遲早要付出代價的 對不對 對 我們這兩個都是法政博士 現在都很佩服韓國瑜 對不對 來 我們前戰爭學院的教官 麗正傑 麗教官 我特別要講 這個領導統御有三種人 這個最笨的人只會用自己 我只會用自己 其他人我不會用幹部 第二等人他會用幹部 誰能夠是個人才我會用他 我跟你講最高端的人是用組織 對不對 我把這些人才組織起來 各司其常 然後整個組織分工合作 因為一個人你就算智商157 你還是 一個人智慧還是有限的 我們今天很明顯 我們在現在看起來 這個柯文哲就是只用他自己 他孤傲自負 他認為自己有本事 連人才他都不會用 對不對 像蔡秘如這種人才 替他打天下這種人才 現在這叫什麼 這叫做儲才禁用 對不對 明明是你白銀的人才 現在被盧秀燕所用 這叫儲才禁用 我覺得這個藍白還有沒有商量餘地 沒有 第二個他會不會用組織 他根本連組織都不會組織 這八個立法委員我們看出來 他不是沒有信用 這個柯文哲自己本身翻來覆去 很多決定在他一年之間 他就做了決定 但最可怕的是八個是不是人才 我覺得是人才 能夠當上立法委員 不分區立委的 能夠獲得民眾認同的 當上是個人才 總之不是人才 問題是這些人才來講 他各有各的想法 對不對 他不見得能夠 有同一種思想 同一種觀念 同一種做法 今天本來他們以 這個柯文哲馬首之戰 但是你柯文哲又變來變去 今天主要明天又一念之間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 八個小哥吉拉 對不對 這八隻小哥吉拉 是各有各的想法 各有各的主張 各之一把 各吹各的吊 我跟你講 不是人家不跟你合作 也不是不信任 而是不曉得要聽誰的 你們八個人到底聽誰的 以誰的為主 是黃國昌的為主 還是黃珊珊的為主 還是誰為主 從藍白河開始 一直到立法院院長的選舉 中間過程 我們大概老闆心都看得很清楚 你沒辦法 人家沒辦法跟你合作 你以誰講的話算數 但反過來我們講 這個韓國瑜來講的話 這次來講 像昨天他的起手事 就做得非常漂亮 你看本來一場風波的 不管藍綠要準備 已經累積好相罵本了 要開始吵架了 結果沒想到在他 周恩來的秘書長協調之下 很明顯的看出來韓國瑜 他不再會用人才 而且還會用組織 你說他對議事規則熟不熟 比方說他真的不熟 他雖然說以前是立法委員 但畢竟離開過一段時間 而且這段時間他沒有 絕對不會像周恩來這麼手撵 那種議事的 立法院運作的議事的規則 但是他會用人才 他聽周恩來的 所以他這件事就處理得很好 緊接著下來我們看到 立法院的國民黨黨團來講 也會他會把他組織分工好 不管各召集委員或幹什麼 我跟你講現在就這句話 這個我們都知道傅昆吉 號稱他是屠龍刀對不對 屠龍刀號召天下莫感不從 但是今天韓國瑜是以天見對不對 以天祭出 誰與爭鋒 我跟你講昨天這場戲演下來 我們就很明顯的看得出來 傅昆吉會臣服在韓國瑜之下 然後從此以後大概在傅總召對不對 一定會比較在統一一個 這個Corena做一個動作 他現在已經道歉了 為了這件事情他已經道歉 你要叫傅昆吉低頭 其實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他號稱花蓮王 能夠當他低頭 他確實是臣服了 韓國瑜他才會低頭 我特別要強調一件事情 從昨天這件事情 讓我資深的國民黨黨員 黃副英黨部黨員 我感到很憂心一件事情 就是說你們這幾個 不管是黨團或者是立法院院長 或者甚至於各縣市的首長 或者是國民黨黨主席 朱立倫幾個人 真的有時候要好好協調一下 聽說你們最近要到花蓮去旅遊 好好協調一下 不要再讓人家有接鋒大針的機會 好的 我想傅昆吉 你好好做好這個所謂的招待 因為花蓮 花蓮王 我們休息一下